用坏人去治理百姓 国家就能更强大吗 儒家认为要重用知识分子 选拔贤财来治理国家 韩非子却认为儒家的说法是大错特错呀 因为儒家选拔的聪明人头脑都太灵活 不容易指挥 如以文乱法 无以侠犯进 知识这东西虽然有用 但是危害也太大 把贤能的有知识的人全赶走 这才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 那到底要找什么样的人来治理老百姓呢 商君书就提出要以奸制民 让拥有良心的人去治理奸恶之徒 这个国家避乱 用奸恶之徒压制有良心的人 国家才能强 换句话说 法家的主张就是要用恶势力去统治老百姓 让老百姓屈从于流氓 接受不合理的现状 这样老百姓才能越来越懦弱 越来越服从 统治者也就高枕无忧了